小鬼有一天就問我感情的事情 我呢 也莫名其妙 沒有對話 我就把那個普克大師拿出來 來了一張舞 舞的規格 舞的規格就問到情感面 叫做 為什麼我會說他們肯定會分開 我死都沒想到原來他是離開 唱紅的經典名曲 鬼歌是嗎 不屑 一起來歡迎木蘭 想讓自己不見 瞬間就通通消滅 人類如果沒有心臟那就好了 受傷不會流血 悲傷也不會流淚 不需要有同類 穿籃頹廢 不需要育美的尊嚴 不需要去偷竊 沒那思念 自我安慰 就讓我偽裝 我嘴角不屑 讓孤獨成一根孤獨的兩杯 允許我保留我最後一點點的全 沈免過想念你的心碎 如果我眼神裡閃爍不屑 可能我心裡一般已經燦肥 那一般跟著你走遠了的那一天 這一般漸漸已瓦解 謝謝 能不能那麼低調 情緒來了 唱到有點情緒 原來那個不屑就是 是你寫的 對 是我寫的 但是看到本尊了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也是你寫的 我覺得很棒 他名字叫木蘭 這個人肯定怪怪的 為什麼 他特別地的害羞 我個性害羞 不用害羞 人就是要勇敢的 表演自己 你要讓世界知道你 這是很重要一件事 然後他寫那個 其實不屑 我們剛剛就來聊 其實 小鬼來唱有一點重 太沉重 對 太沉重 因為他歌詞裡面 人類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他這樣的一個角度 會探討他人性或什麼 但是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寫得太好了 我剛剛猜一點噴淚 所以我剛剛唱那首歌 就有很多回憶 老師說 有些畫面 國華老師 你要知道為什麼我會噴淚嗎 對 因為當時 小鬼有一天就問我感情的事情 我呢 也莫名其妙 沒有對話 然後我就把那個普克大師拿出來 幫幫幫 我就問他 我原有三張牌 解決他全部的疑問 情感面兩個人是相愛的啊 幫 當中 有很多的矛盾衝突 來自於四面八方 最後來了一張舞 舞的規格 舞的規格就問到情感面 叫做 對 那就開了 他說 普克大師還是會不准 我們是很相愛的 為什麼我會說他們 肯定會分開 我死都沒想到 原來他是離開 這樣 對 後來 對 就那個歌 就是那首歌 跟他聊過那個不屑這首歌 我說你怎麼 這個歌太重了 寫這個人 寫這個歌的人一定怪怪的 今天看到沒有 我本人都會出現 你木蘭 哥這麼久出現 你真的怪怪 沒有 確定嗎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你這首歌真的很浪漫 副歌唱給他提唱 來… 其他 直接就唱 你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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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著我幸福的初旋旅 從前都是你 你現在我相信 天空會放棄 愛會更甜蜜 如果你願意 你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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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著初旋旅 永遠長下去 原唱人了 好帥 初旋旅人 小鬼的歌曲 請出鼻 如果妳再不會 其實如果那麼千萬分 就好了 想讓自己不見 好 不確定的 一起來看看 正確答案 不確獲得 好 謝謝 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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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碎 如果我眼神裡 閃爍不屑 可能我心裡一般已經慘悲 那一般跟著你走遠了的那一天 這一般漸漸滴滴瓦解 對 愛 你之中 有沒有盡頭 這條路 上坡又下坡 前進還是選擇停留 看天空 寂寞裝星球 問自己 這趟得到什麼 想太多 愛人的夢都願意醉 再幾段的運氣 我也全崩潰 無法去撼動全世界 也要努力的 讓感動更純粹 讓你全力追尋 追求最高 完成我的夢 依依不捨 捨不得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我怕太超現實的快樂 只是你借給我的 輕輕抱著 擁抱著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我的靈魂而是一功課 因為你而完成了 完美了